親自拿著豆花慰勞燈會工作人員 還貼心的說聲辛苦了 也關心燈會期間的車流狀況 台北市長蔣萬安 日前視察台灣燈會指揮中心 貼心的幫值班同仁準備點心 提到週末與太太搭捷運看燈會 回程與計程車司機聊天 感覺沒有很塞 同仁說反而是捷運量能壓力大 跟大家說感謝 表達最高的敬意喔 因為其實這一次燈會 我想舉辦到現在 大家可以自己親身感受 或是透過媒體報導 直到非常受到各界的肯定 來的人潮非常的多 那我想大家最重要 能夠到現在舉辦得非常的順利 這當然各位 檢守的崗位 而且在主委中心 來協助整個活動 能夠非常的圓滿 那不管是在各個領域部 交通 環境整潔 這樣維護 資訊的其實傳遞等等 其實各個局處 大家都非常的用心 所以要謝謝大家 我們基層公務人員 大家團結一致 共同目標 燈會辦好 那我自己也來看了幾次喔 不管是昨天 實際跟家人來走 或是前天到我們東區商圈 那在之前我自己和太太想說自己搭著捷運 然後來跟會 然後實際的走一趟 那剛剛除了看燈 更重要 想要瞭解整個動線規劃 還有我們外面坐捷運過來 然後相關的車潮 那我覺得規劃都非常好 雖然說我 我們搭捷運 有照共進的本站出來 其實我們是想到圓展區 但因為那一天是週末晚上 人潮非常多 而且我們大概是八點多左右 應該是最高峰的時間點 所以那時候出站的時候 那個他就 好像那時候規劃就說 只能全部都到中央展區 所以我們那時候出來 想要到一個出口時間 這個松閻文創的時候 他就說不行 就被擋下來 但是我想這整個動線的安排 其實都是有經過專業的評估 跟規劃 所以看得出來大家是很憂心 而且確實在執行相關的計劃 那另外 我們特別離開根區 選擇交車 搭計程車 結果出不意料之外 也是整個車況是蠻好 因為我看到這麼多人潮 在想說是不是會塞車 那我們也跟健德司機聊 他說其實還好 車流其實並沒有想像中 這麼的優勢 所以看得出來 我們在整個交通車流量推幌上面 是有達到一種成效 當然我想經過第一個禮拜 媒體的報導 大家的宣傳 在燈會剩下最後幾天 可以預見人潮可能又會再創高峰 所以還是希望我們所有的同仁 能夠堅守港問 而且要更加倍的努力 而且更加的注意 最後這幾天 可能帶來高峰的人潮 燈會進入最後倒數 也即將迎來最後週末 屆時交通也需嚴正以待 記者問軍台北報導 在早上 感谢观看